買衣服 今天我喜歡和風的衣服 一次過那年大概花了10萬港幣 其實我的朋友比較瘋 我都買了5、6萬個 覺得怎樣? 喂喂 有什麼感覺? 我有重量 是啊 根據日本觀光的紀錄 在去年8月有成20萬香港人去了日本 還突破了19年最高峰紀錄 今天我們就去看看香港人有多喜歡去日本 翁先生你一年去過多少次日本? 通過關之後去六、七次日本 總共呢? 去三十次左右 我第一次去明古屋 我都去得很頻密 一年兩三次 幾乎每年的冬天我都會去日本滑雪 昨天都在日本回來的 一年去五、六次 其實前後都有一個多兩個月在日本的 一個多兩個月在日本的 絕對是另一個家 去日本有什麼不同的玩法? 試過在東京搭直升機 真的很漂亮 因為可以看到東京鐵塔 有試過跑馬拉松的去京都 有日本的 純粹去那裡看女的 不是 那都是去主要去跑步的 自己自駕遊去 就會去一些東京的近郊 就是輕井澤、簾倉、雙巾之類 比較多 就是有些公仔是比較喜歡的 就買得比較多的 有些叫Chikawa 最豪勢的在哪裡? 買衣服 因為我喜歡和風的衣服 一次過那年就買了一整年的衣服 就大概花了10萬港元 10萬港元 試過吃幾間米智蓮的奧馬卡 什麼的什麼的 都是機票的東西 因為主要是旺季的時間去 北海道的昔夜度假村 我們住了幾晚就花了5、6萬 有一次就是可能用了來買袋 都花了8、9萬元 在河口湖酒店 都花了幾萬元一晚 那你們一家人一年去日本又花了多少錢? 其實一年我想十多二十萬元 都不便宜了 所以我也覺得是的 如果現在有買小朋友 多了兩個人就真的貴了 十萬元鬆一點 十萬元左右 二十多萬左右 那你有沒有試過機場那些貴的鬆鬆? 自己本身都喜歡 可能喝一下酒、chill一下 所以我都會去喝完酒 然後再上飛機 那我最印象深刻 我就喜歡去香港機場的AE Lounge 它那個好像有個花膠湯 很好喝 它是任理筆 難得去多旅行 很多人都不想就住荷包 或者想家人吃好一點、住好一點 經過我們經濟一週 詳細分析和比較 發現有張信用卡 可以提升旅程得數體驗之餘 還最多可以省到三萬多元的旅行洗費 說了迎新例如 成功申請之後 三個月內消費一次 即可有六百元簽證回贈 累積簽證五萬元 額外賺多五千六百元簽證回贈 整個迎新著想總值高達六千二百元 購買到商人來回日本機票 飛多轉 拿著卡 還可以入到全球一百四十幾個國家 六百五十個城市 超過一千四百間機場貴賓室 主卡和附屬卡各自都可以免費 多多兩位客人 用AE Santurian Lounge設施 還不限次數 另外 逐發全年旅遊保險 再送環球餐饗 購買酒店和租車的簽證回贈 還有豪華酒店房免費 新增加早期穿健康 例如等等 總共你覺得加起來要多少次 四萬多 三萬多 四萬到五萬 這個有點難計 兩三萬 三萬三 三萬元 五位數字 好 開股 三萬多元那麼多 那也挺好處 證明我的資格 還挺吸引人 你很接近 這張就是傳說中的 美國運通白金卡 用這張卡 一加三口一年去三次旅行的話 六項一位加起來 是可以節省到大約三萬二千元的 它的感覺是怎樣拿上手之後 和一般的相片 它的質感和一般相片不同 熟金 熟造 不受鋼造 五角 很重量 是啊 哎呀 好像挺尊貴的 還有設計是比一般的相片有心思 而且看上去好像挺高級 那你會否也有意申請一張呢 這個需要年費的 當然啦 這張卡要年費九千五百元 不過一年總會去幾次旅行 又或者一家大小齊齊去旅行 適用一定抵抗 快點帶美國運通白金卡 去旅行 邊玩邊賺啦 資材投資和生活的資訊 就繼續留意我們不同的平台 記得訂閱我們的經一共肥計劃 和Youtube Channel 再按個鐘仔啦